你孩子的吧 世紀明年輕人在屏東潮州 一間KTVY大馬路上互相推擠 還用髒話互嗆 情況當場失控 兩派人馬爆發肢體衝突 一名黑衣男子見到對方一人落單 衝上前揮拳追打 警察雖然貨包到場 但人數相差實在太懸殊 算一算在場遠景只有三人 扣掉左下角一名實習生 真正阻擋衝突的只有兩人 但兩派人馬加起來十多人 遠景攬不住接連爆發衝突 KTV有兩三個人在那邊支持 那因為到了現場之後 發現有來了十餘名的年輕人 眼界十幾名年輕人打得不可開交 警方出動快打部隊 事後一查才發現 原來是一對男女凌晨到KTV唱歌 結果起了口角糾紛 竟然各自找人助陣 那因為雙方面的人在包廂內唱歌 那因為男方跟女方 因為言語上的誤會而造成衝突 年輕人暑假到KTV唱歌 卻因為言語糾紛 導致鬥牛事件 警方目前也加派人力 執行深夜巡邏 防堵街頭暴力 記得張春華陳昭古評論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強檔大戲 美好年代